今天聖誕節對我來說 私人是有點感觸的 因為是我們同裝的生意 就是和大家的最後一個聖誕了 因為到明年的聖誕我們同裝生意完全關閉了 所有的商場店都會沒有了 但是我以為這件事是荒謬 誰知道原來還有更荒謬的東西 一就是在聖誕前夕 三間大學都說不可以包容一些有民主 就是推舉民主意識的藝術品 現在聽說好像成大都學生會都收到那個圈議信 還是警告信 然後聽到國內又說 傳出來說要禁止去慶祝一些西方的節日 所以我以為自己和香港人 因為這個惡勢力的壓迫 終止了我們不同的生產線 令到我同裝是最後一個聖誕了 我以為這件事是荒謬的 原來還有更多荒謬的東西陸續出現 所以香港人真的要認定荒謬 就真是荒謬 真是不分顏色 是的 跟大家補充一下 可能香港人和我們的觀眾朋友都知道 香港大學的過傷之處 其實香港大學已經輸了24年了 一夜之間漏夜就被移走了 中文大學的民主女神賞 和年齡大學的落石復標都沒有了 和年齡大學的校長說 在明年開始 每天都有舉辦一個新中共旗的一個意識 接著就是 神使大學的民主女神賞 後方已經要求學生會移走 可能一天之內會移走 然後理工大學的民主女神賞 是今年十月份會修補 到現在為止就沒有展出 這一連串的事 就是一個清楚的信息就顯示 香港的各間大專院校的六四紀念品 全部要被消失 周先生 其實這個是不是 都是我剛剛講的一個話題 是今年的聖誕節真是不平凡 這個其實尤其是在 我們香港的八大學校園發生 這個是一個 令香港人蒙羞的行為 這些是學者 校委會 是應該要尊重一些學生和學者 我相信學者對於這些宣揚民主女神的藝術品 是沒有什麼強烈的反對 因為學者一般來說 都是尊重創作和學術自由 我覺得我們這些大學的校委會 或者校董會 不同的答案 有不同的名稱 就越來越忠誠廢物 就是他們真是很有問題 真是為了要配合一些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們配合什麼 因為這些一定不是和法律有關 這些都是一些忠誠廢物 還有一些自我審查 白色恐怖 這些人真的 香港人要留意他們 整個校董會 校委會裡面的人的名字 真的要把這些人叫出來 因為他們真的令到那些學校 搞到那個風氣很差 就是為了要去做一些 有些可能是穩陣的事情 有些是為了要奉承一些教育局 或者一些政府的官員 就先割個頭出來去做這些事情 其實中國那個禁聖誕都是一樣的 它不是全國指令 都是某些省撲出來說 他們的教育部就通知一些學校 就不可以搞這個平安夜和聖誕節 他們無考慮到 習主席都說了是信仰自由 宗教自由 中國有很多天主教徒 很多基督教徒 這些卻出來獻忠誠的人 一定是沒有好的收場 我很憤怒 我自己的店鋪有民主女神 還有中大學生做了另外一隻白色的民主女神 都被學校通知說不可以在學生會擺 最後我也接收了 擺在我公司 現在我沒有店鋪沒有機會擺出來 但是我在荃灣的民主女神 我是不會拿走的 因為第一 今天民主女神沒有犯法 如果政權要我拿走的話 它要立法 如果他們企圖用這個白色恐怖的方法 去恐嚇我 或者逼我去拿走的話 對不起 你們不要妄想 我是不會拿走的 我是奉公守法的市民 你要我拿走你立法 你立不到法 我是完全不會動的 想當年余景新城叫我拿走 要脅我說要立刻不續約 我寧願不要這張藥我也沒有拿走 所以我唯有自己盡量堅持 趙先生 其實香港人在香港悼念路舍都三十幾年了 就是衛園的中國晚會都三十幾年 還有香港大學的都二十四年了 中文大學的民主女神都十一年 其實這麼多年在香港擺放這些路舍的紀念品 都相當無事的 那現在為什麼香港政府要這麼大陣仗 又簽了這些擾關路舍的紀念品這些雕塑呢? 你自己是怎樣理解的呢? 我的理解都是一些獻忠誠 這些最終的都是會濃厚反絕的行為 這麼多年 好像你說的這麼多年 我們都是有權有這個自由去悼念路舍的 到今時今日 他們都沒有立法說悼念六四是犯法 那所以這些都是獻忠誠的行為 最近那些檢控關於去年和前年的六四的出現的人士 都是因為疫情檢控他們的線紋 根本不是因為六四本身這一天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這個大屠殺 不是這個事件是被立法而是非法 都是用其他的藉口而已 那些人過分躍動 然後將這些世界的中國人是會悼念的活動 就全部想清洗歷史 這些是一幫忠誠廢物 無論是政府也好 或者大學的校委會也好 校動會也好 他們自己奉獻的獻恩勤 但是一定是濃厚化絕 你看看我們這次 那些官員走出來谷投票 明明是一個無形獸勝的選舉 你看看最後就是濃厚化絕了 香港人今時今日的團結 香港人今時今日的堅持向荒謬說不 他們還看不到 還覺得他們繼續做這些行為 是會令到有效益可以清洗歷史 這幫人真是廢物來的 真是太過侮辱我們香港人的智慧 我們今次不承認這個被閹割的選舉 在選舉日 用我們的不投票來告訴你這個政府 440萬選民有300多萬沒有出來投票 你這樣越是去催谷 接著政黨又高急 我們就越叫也不動 就是已經給了訊息告訴你 我們不認同的不公平的事情 我們能夠在我們雙腳雙手做到的事情 我們就做給你看 那你繼續不斷打壓這些悼念的活動 接著又在聖誕節之前 就移走這些又宣揚民主的藝術品 只有一個路線 就是走去他們的最後的都是被殲滅 都是一條末路來的 他們覺得現在是很團結的 走去全面打壓和去清洗這些歷史 是沒有可能的 這是香港來的 就是你夠膽就向全世界公開你立法 就說八九六四悼念是犯法 或者放在民主上是犯法 你夠膽就立法 用這些白色恐怖 當然就是令你很憤怒的 就是有一幫廢物出來配合 就是大學的校董會、校委會 這幫廢物出來配合 是令你很憤怒的 因為我再強調 學者是一定不會支持這種行為 學生更加會覺得很反感 你看看中聯辦的副主任之後出來說 很感謝一百三十萬人在很寒冷的天氣之下出來投票 我想任何一個香港人真的不講顏色 就是覺得這個真的是廢物來的 第一個那個人不是很寒冷 第二有三百一十萬人沒有投票 你都反過來說 就是將一個沒有人支持的選舉 你反過來就像憲恩勤這樣說 想說給你的領導人夏寶龍、駱惠寧、 或者習近平聽 就是這個選舉是成功的 當全世界看這個選舉 都是完全是一個全軍覆沒的失敗的選舉 所以他們覺得他做出來是要做的 但是好事啊 你弄得香港人越來越斷結了 一方面我想從剛才那個話題 就是牽涉了駱惠寧的這些記憶、紀念品 能不能夠默契香港人對駱惠這件事情的歷史的計劃呢? 其實我自己都這樣 都曾經採訪了無數的香港人 他們都講過駱惠寧的事件 依然是香港人的心中最痛 正正是因為這樣 每一年落石的燭光晚會都有 數以萬的十萬、十幾萬的人 去衛園去點燭燭光去悼念 這個似乎變成了他們每一年有離牌所做的事 另外一方面 周先生說過今年的選舉 其實現在已經塵埃落定的了 九十個議席就已經產生了 其實現在香港人又怎樣看這個選舉 他們所帶來的一些影響呢? 首先再說回六四 他們這樣做法只會令到香港人更加堅持悼念六四 你看一下去年你就知道了 有一幫年輕人以前是不出來為怨的 不悼念六四的 覺得很無謂的這個悼念的活動 都出來幫手派蠟燭拍了影片 就是說給政權聽 你越是打壓這個 現在六四的意義已經不單止是悼念 八九六四的天空門事件 六四的意義已經變成一個是反打壓的紀念人 連每一個階層、每一個年齡層的人都要關注這件事 要盛傳這件事 他越是這樣做就越多人走在一起 你不讓我們去維園 去年就是全部在維園之外 眾多人拿著一支蠟燭 所以 他們明白的 一定明白 他們知道這樣越是打壓他的時候越多人反感 但是就是 往往就是他們的位置 為了保護他這個權利 這個權力 或者官員就保護他這個工資 他們都是要做的 因為是一個獻殷勤的方法 我看的走勢的未來都是 香港人會越來越關注六四 因為他已經有雙重的意義了 除了悼念這個大屠殺之外 現在六四悼念六四是一個反打壓 反荒謬的一個行為 所以會更加多人 每年現在都不用呼籲 我想連六四的人自動在家裡也好 在公司也好 走出街也好 都會去悼念他 所以是正正的一個弄口反絕的一個做法 那選舉 是的 陳埃樂定清一色建制派 大家都看到的了 都不用我提的了 包括那個說 堪稱自己是八十九比一的志願 都是建制派 他曾經出來都是以前的選舉 都是幫建制派的人暫投 跟民主派去對立的 他離開了民主黨之後 所以他是建制派 無論他講什麼都沒有用 無論他講到他自己很喜歡 因為蝙蝠盒都沒有用 這個都是侮辱蝙蝠盒而已 蝙蝠盒是為了保護人民受很多苦的 這個敵志願似乎沒有受過苦的 反而就走去支持這個政權 欺騙市民的說話 就出賣了市民 真是千萬不要再講蝙蝠俠 真是很侮辱 很多人的superhero 就是這個蝙蝠俠 但是陳安樂定了 親一色 五光十色就是我們做時裝的 有一本顏色書叫Pantone 我也在一個訪問拿過出來 就是給大家看看 藍色都有百幾種 那些官員說的五光十色就是這種 藍色的百幾種 色的只有一個色就是我的眼中 不過就有深藍、淺藍、中藍、寶藍、海藍、天藍 所以不要再講這些廢話 這是一個清一色的建制派立法會90比0 完全操控、完全閹割 完全是篩選了才能夠選 不要緊 香港人已經發了聲 告訴你們 我們的反應對這件事是這樣的 他朝有一天普選的時候 裡面有幾個議員說支持政改 要推翻雙普選跟基本法的 我們香港人等你 你推普選 我們等你 我們會選一個我們覺得可以代表香港人的得手 我們會選一班可以代表香港人的議員 如果你再在入閘那裡閹割的話 我們一樣會做回 和幾天前的行為一模一樣 一個星期前19日的時候 我們告訴你我們會怎麼做 我們會繼續做 你繼續操控我們的議員 我繼續告訴你 你不可以操控我們的議員 現在的香港人是不是暫時要沉住氣呢? 因為周先生剛剛說的 現在的立法會都是簽一式 其實他是不是現在根本是代表不了 其他三百多萬未投票民眾的民意 民意授權 我不會形容這個反應 市民的反應是沉住氣的 市民沒有沉住氣的 只是不能上街,不能舉橫額而已 12月19日我們沒有沉住氣 我們很高調地告訴政權 叫他們不要再侮辱香港人 我們用了我們的手 去做其他事情 去搭免費交通 扶住電車 扶住巴士的手腕 一直搬巴士出去 郊外島野餐旅行 我們用了我們的腳 走上地鐵 走上這些交通工具 總之到處都沒有去到投票站 我們沒有沉住氣了 在我的角度來說 我們很高調地告訴政府 叫他們去死 做了這麼荒謬的事情 但是不能上街 這個就是在選舉的 在數據 揭一般的事實的數據之下 你可以形容他們唯一批沉默的香港人 但是我看到這個行為 這個團結 在沒有大台之下的團結 非常驕傲 這幫香港人是發了聲的 最好也都想周先生幫我們分析一下 現在林鄭月娥 回了北京書籍 接著都有不少一個媒體 都有報導 有關他是不是連任 還有現在政府官的一些表現 現在都是香港市民 比較熱衷的話題 這個時候 其實你又怎麼樣看呢